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会藉着一张圣经来作为我们智慧的总结 大家去思考智慧的选择 如果你有圣经的话 或者你看完光幕 我们一起去读诗真言的第九章 智慧建造房屋 作成七根柱子 宰杀生出 调和止走 切摆盐直 打发使女出去 自己在城中至高处呼叫 说谁是愚梦人 可以转到这里来 又对那无知的人说 你们来 吃我的饼 喝我调的酒 你们愚梦人 要舍弃愚梦 就得传活 并要走光明的道 指斥舍舍万人的 必受欲骂 责备恶人的 必被沾污 不要责备舍万人 恐怕他恨你 要责备智慧人 他别爱你 搞到智慧人 他就越发有智慧 指示异人 他就增长学问 敬畏柔华是智慧的开端 认识智慧者 便是聪明 你借着我 日子 必争多 连岁也必加添 你若有智慧 是与自己有益 你若涉慢 就必独自担当 愚梦的妇人 圈阳 他是愚梦 一谋所知 他坐在自己的家门口 坐在城中高处的座位上 呼叫过路的 就是直行祈祷的人说 谁是愚梦的 可以转到这里来 有对那无知的人说 透来的 谁是甜的 暗吃的 饼是好的 人却不知道 有阴魂在他那里 他的客在阴间的身处 让我们一同讨告 爱我们的阿爸天父 感谢你今天 让我们可以再研读你的话语真言 主要愿你的话语打开就发出良光 亲爱的圣灵 开我们的眼睛 让我们能看见 开我们的耳朵 让我们能听见你微小的声音 让我们的生命被你的话语得着 使我们得着属天的智慧 生命得到改变 不再一样 让我们的生活 荣耀你的圣明 阿们 我们研读真言 已经有一段日子了 我们学习不同层面 怎样作智慧的选择 来到总结的时候 我想跟大家说 我们一直去学习的时候 其实是要在神的话语里面 追求智慧 真言很有趣的 真言时常将智慧 给了一个妇人 言慧的妻子 真言亦都将愚昧 给了一个愚昧的妇人 知不知道可以做什么的 其实呢 真言是很实在地 是教一帮少年人 怎样去做人 怎样可以有智慧地做人 其中一个很帮助少年人 是有动机去学习 有智慧的就是什么 学习 怎样将来预备好自己 娶个好老婆 所以智慧就是那个 延慧的妻子 智慧的妇人 所以那些年轻人 很想去追求的 当然也都包括年轻的姊妹们 姊妹们去学习真言的时候 就知道自己 自己要成为一个 怎样的妻子 怎样的妇人 是吧 所以呢 智慧日里面 智慧就是比喻了智慧的妇人 愚昧是愚昧的妇人 信常是让我们见到 妇人的性情 生活 和选择你 让我们更加去领悟 更深层的智慧 就是什么呢 针言里面会描述 一些智慧的妇人会做这些 这些 愚昧的妇人会做这些 这些 这些和我们生活上都是息息相关的 也都教到年轻人去 娶好老婆的 这些是从实在的层面 而学习到 上一层 智慧的层面 形而下变形而上 用哲学的名词 但是当这些年轻人 从生活的这些智慧的妇人 例子 学习了形而上的智慧之后 又懂得有智慧的心 用回在生活上 以至懂得作出智慧的选择 各智慧的生活 今天我们就要来一回 由日常生活当中 见到的这些智慧的妇人 愚昧的妇人 一些例子 去学习上一层的智慧 以至得着智慧之后 回到我们生活当中 又可以选择智慧 活出智慧 我刚才说过 在我们学习智慧的妇人之前 很多时候 珍妍是互相比较 有愚昧的妇人作为智慧 来比较 所以我们看看几点 愚昧的妇人的特质 愚昧的妇人 学习、选择智慧 分开四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 我简单叫做 金环放哪里 其实是说什么呢 各位姐妹们 或者弟兄姐妹的家里 有没有贵重的珠宝首饰 有没有金戒指 有没有珠宝 如果有的话 你会放在哪里 这么贵重的金戒指 金耳环 当然是放在一个好的地方 有什么很宝贵的地方 很隐密的地方 有什么重大的场合 就拿出来用 如果做妈妈的 你女儿大过 要去一些重要的宴会 给一个金的 漂亮的首饰去带 跟着一起去废会 是不是应该是这样 但是珍妍呢 他讲了一个例子 大家看看是否合适 十一章二十二节说 虎女美貌 而无见识 就如金环 大在珠的鼻上 我们觉得奇怪 如果我们有一个 很贵重的首饰金环的话 当然戴在最宝贵女的耳朵上 怎么会被动物还挂在珠的鼻上呢 这只猪通常还是野猪 那只野猪 没错了 这里是讲一幅愚昧的 妇人的图画 我们女儿小时候长大 都是很贪美 这是很正常的 妈妈也会教女儿去扮美 这是很正常的 爱美是人的天性 但是圣经告诉我 我们如果要活得有智慧的话 女儿小时候扮美是不够的 还要加上什么 加上智慧 加上什么 加上见识 这里讲有美貌而无见识 这个见识 无止见识 失去见识 这里见识是指什么呢 失去英文判断能力 什么的判断能力 就是做人无论是说话做事 要有分寸 要有辨别能力 如果小时候的年轻的女儿 一路训练她 只是懂得扮美 但是却没有一种分辨的能力 做事不懂得黑到好处 说话没有分寸 不知道什么时候应该说到 英文说得清楚一点 就是说话 保护不了自己 保护不了自己 也会令到人难堪 所以就是会怎么样 如果没有这种见识的话 没有分寸 没有分寸 没有家教 没有大小 是怎么样 就好像金环 很漂亮 很宝贵 但是放在哪里 放在猪鼻上 而且是野猪鼻上 大家知道野猪是怎么样 再宝贵的金环 放在野猪鼻上 都是不合适的 所以妇女如果只有美貌 但是却没有见识 做事没有分寸 说话没有分寸 不懂得分辨什么是非好坏 做事没有分寸的话 没有见识的话 这个是一个很悲惨的图片 所以各位姐妹们 不要只想着 扮漂亮 买LV 买名贵手台 买好衣服 这些全部都没错 但是圣经说 我们需要 好好地在心里 耕耘一样东西 耕耘什么 见识 耕耘智慧 我们做姐妹的 从小小 要回到神的话语里面 你学习神 要我们做姐妹美好的一面 姐妹应该活出的美好 神所赐姐妹的形象 有外在美 有内在美 我们就不用变了 是不懂选择 没有分寸 反而是什么 活出有属天的智慧 有神所创造 姐妹你应该有那种温柔 美丽的那种盛情 愿意我们因为这样 金环就当然是 放在美丽的姐妹的身上 没有放在珠的鼻子身上 所以我们要学习见识 好 不单止说话要有分寸 姐妹们 我们说话也要学习 有一个安静的灵 为什么呢 我们再看愚昧例子的第二件事 这是说少年人 你将来要娶一个 嫌慧的妻子 娶一个好的老婆 那哪位之好老婆 有一种 你千万不要娶了 是哪一种 大家看这几句 很精彩的 宁可住在房顶的角上 不可再欢呼的房屋 与争吵的妇人同住 另一个版本是爱争吵的妇人同住 甚至第二句也差不多 宁可住在抗野 即是宁可去到山卡拉地方 有那么远 走那么远 都没有与爱争吵 屎气的妇人同住 这个妇人其实只是你的太太 千万不要娶 太太 是喜欢吵架 喜欢争吵 喜欢争吵 喜欢屎气 如果是这样的话 宁可住在房屋的角上 不要在宽阔的房屋 与爱争吵的妇人同住 这个很明显是她的太太 当时耶稣里人的屋 记不记得 是有天台的 而且穷人的屋 天台还可以拆掉 记不得耶稣时代 那些人还可以吊人下去 天台有很多东西用来浪野 当然有人在那里洗澡 但是这里就说 如果你不幸遇到的 爱争吵的妇人 你不如就住天台的一角 都千万不要跟她同住 如果再不够远的话 去抗野那里整修一下 千万不要跟这个 爱争吵的妇人同住 其实 真是我们可以有机会 好好地 姐妹从小训练一下 大家知道 现在社交媒体都很盛行 有一次我看 有一篇分享的文章 不知道是不是 都是一个 苦女分享 她说 今天心情非常不好 早上起床 就想骂人 先生和那些子女 见到都自害怕 子女就不出声 先生就炸鸡 在那里擦手机 然后终于找到一个藉口 就骂了哪个一餐 然后又说 是的是的 午餐又骂了哪个一餐 又骂了 又骂了 这些东西都有得分享 我就想 我觉得很奇怪 姐妹也好 弟兄也好 你有没有试过 早上起床 就很想骂人 如果是的话 就要小心 不知道 谁得罪你这么厉害 早上起床 你就想骂他 但无论如何 我们骄徒 靠主恩典 不可行路到日落 其实如果我们常怀着这一份怒气 对家人 对自己 都是没有好处的 各位姐妹们 知不知道 你先生为什么这么快 这么喜欢出去钓鱼 就因为男人需要静一静 如果环境太吵 那脑子太过混乱 就会走久一点 所以你想多一点在家陪你 就要喊习有一个安静的灵 当然弟兄 如果你真的要出去歇一歇 说定一下 我今晚八点之后 就会回来 一定不会令太太更加担心 这是其中一个辅导员的技巧 不免得大家都更加担心 更加担心 更加争吵 更加争吵 但是很明显 就是我们这句 怎么为之有智慧 要学习有一个安静 温柔的灵 妈妈小时候就要教女儿 学习 不要爱争吵 不要是有发脾气 发脾气难免 不要是有发 不是有发 要不然 先生去了角落头那里住 去了抗野那里住 就是这样 是不是很精彩 好 再来一个 愚昧的妇人会做什么 这个用智慧的妇人和她对比 真言十四章一节说 智慧的妇人建立家室 智慧的妇人还是很多妇人 一个 亲手插尾 这幅图画是有很多太太 很努力珍惜着她的家庭 努力建立她的家庭 这个建立这个字很重要 分开很多个层面 各位年轻就来结婚的姐妹们 你是不是很憧憬着 你有一个很美好的婚姻 很美好的家庭 就是这样的了 其实听说 那些姐妹们 小时候就幻想自己的婚礼 是多么好的 听说这个是真的 接着呢 识到对象之后 好好地去珍惜这一段感情 这个都是建立家室 终于结婚了 接着在每一个阶段 山仔之前 山仔的时候 都不断地去建立家室 这个就是智慧的妇人 这句话是智慧的妇人 是很多妇人 一起去建立家室 努力 要付出努力的 但是竟然单数 但是也有愚昧的妇人 相反她做什么 亲手 而且亲手是什么 自己拆位 记住她是自己拆位 各位亲爱的朋友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不知道有时候 你的家庭 你的婚姻 可能会 不知出现了什么问题 我不知道 上帝知道 有时候出现了一些问题 可能是工作的压力 可能是这样 可能是那样 可能是那样 可能真的 先生有些事情做得不好 那姐妹就生了先生 不奇怪 但是是否因为生了先生 永远都没有谣恕 永远都没有原谅 就是怎样呢 先生可能用尽方法想和好 用尽方法想补救 用尽方法想补救 有些人就是这样的心态 你见了 你见了 你和好了 我不展示你 怎样 你见了 反正我要拆位 有没有这样的人 有见过 真的见过 但是如果你是这样选择的话 姐妹们 你是选择不饶恕你的先生 不饶恕你的配偶 有得你的配偶建造 我总之要拆位 总之我身情不好 圣经给你一个评语是什么呢 如莽的苦人 自己一手毁了自己的家 你说不公平 是他错先的 所以是许位的 这个 哪个错先哪个错后 你们好好的见过 家庭辅导 或者回到圣经里 再在什么呢 清官难审家庭事 但肯定一样东西就是什么呢 如果有一方 是无论对方 怎样补救 怎样结立 你都不要输的话 圣经给你的评价就是什么呢 欲望的苦人 亲手拆位 一个家得离不异 请每一方都珍惜 巴不得每一个人 好像智慧的苦人那样 努力地去建造 努力地维持 第二 如果不是 亲手拆位 不单止是这个家的拆位 可惜 后遗症是很多的 很多例子 你有空来问 我见得多 很悲惨 你猜只是他很惨 你抱负他 我特意要你没面 你猜这个配偶没面 你会不会很有面 我特意要他失败 你猜他失败 你会成功吗 在上帝眼睛眼中 这两个人不再是一个人 乃是一体了 上帝看是一个人 所以你配偶的失败 都是你的失败 你配偶的羞辱 都是你的羞辱 所以 愚妄的苦人 亲手拆位 我们千万不要做愚妄的苦人 还有什么呢 还有这句 是针言九章十七节 愚昧的苦人是怎样的呢 我这个题目叫做 只在乎曾经不拥有 是不是很浪漫啊 我记住小时候 看过有个不知什么标的广告 他说有个人去参观 当军 搭火车要走了 那他的女朋友 就在火车站那里挥挥手 这一次他做参军的话 可能就战死沙场 没得再见了 然后很浪漫 凄迷的音乐当中 就有很大的字 就说 不在乎天长地久 只在乎曾经拥有 是不是很浪漫啊 一点也不浪漫 后来他的标后面又印着什么呢 天长地久 你说是不是很讽刺 什么叫不在乎 如果你不在乎 就不会印天长地久 所以是应该在乎 神所刺下的婚姻是天长地久 但是很多时候 那些人以为很麻烦 哎呀 总之 结了婚之后 不配合啊 性价不合啊 不配合 就走咯 No 看看证经怎么说 9章17节说 那些愚昧的妇人 说 透来的水是甜的 不是吃的饼是好的 这个是讲偷情的 知道吗 最没错 有时带来快乐 却是最终的短暂之乐 但是短暂 下了几秒钟之后 就立刻跌落痛苦的深渊 你看结果都比较出来 那些愚昧的妇人 说透来的水是甜的 饼是好的 结果是 人却不知有阴魂在他哪里 他的客在阴间的深处 即是什么 死亡 弟兄姊妹 愿意我们选择生命 不选择死亡 我们选择智慧 我们没有选择愚昧 我们婚姻应该是天长地久的 不要嫌麻烦 智慧是怎样呢 对比了 我们回回头了 智慧 从智慧的邀请 学习选择智慧 今晚九章的智慧是邀请我们进入智慧 首先智慧被誉为一个智慧的苦人 其实大家简单来想 智慧这个字 希腊文叫Sophia Sophia本身是姐妹的名字 Sophia就是智慧的意思 Sophia建造房屋 智慧建造房屋 建造家庭 建造婚姻 而且造成七根柱子 七根柱子 稳固 根基又稳固 东梁又稳固 这间屋是很稳固的 如果我们要照顾 智慧的话 我们要懂得建造 在家庭当中要建造 婚姻要建造 子女要建造 弟兄姐妹彼此之间要建造 而且有根有基 有东梁 如果我们要智慧要什么 要邀请人来去学习智慧 然后说 搞到智慧人他就越发有智慧 搞到二人他就增长学问 所以我们如果要有智慧的话 我们要去学习圣经 而且要有一个谦卑的心 因为他说 你不要去教那些愚昧人 你教他他还骂你 但是你去教那些智慧人 他就爱你 并且愈学愈有智慧 愈学愈有智慧 代表我们要有谦卑的心学习 不单止是这样 我们怎样才会有智慧 等一下我会多说些 比如说 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 认识智圣者便是聪明 智慧除了需要建造 除了邀请我们谦卑的去学习智慧 我们需要在凡事上面 凭着一个敬畏耶和华的心去做 这样我们就可以开始选择 如何为敬畏神的去选择的时候 我们就懂得选 接着我们就有智慧的选 并且得聪明的去选 等一下我们会多看这一句 当我们懂得 靠着智慧彼此的去建立 靠着智慧彼此的学习 靠着智慧去敬畏耶和华去做决定的时候 有好处的 有好处的 我们拥抱智慧的时候 靠着智慧 你的日子必争多 连岁也加天 即是我们的生命会长些 我们可以做的日子会争多 这个是真的的 举例 最近有些新冠疫情 你怎么选 你选不选戴口罩 你选不选洗手 你选不选社交距离 如果你选择的话 你有智慧 你的日子会增多 你的年税也会加天 但真的有些 我真的要说 真的有些傻佬 他说 你侵犯我的自由 我是不戴口罩 行不行啊 我是喜欢开派对 没有社交距离 行不行啊 什么什么 那些叫做愚昧 什么呢 因为他选择死亡 所以轻质就病到废开花 重质连一条命都没有 日子又怎会加天 日子就减少了 年税也接受了 这个就是自慧和愚昧的选择 带出的结果 如果用自慧选择的话 就对自己有益存 所以我们要从自慧的邀请 我们学习建造 学习敬畏耀华心去做决定 最后一样 敬畏耀华是怎样呢 原来 针研书的总纲就是敬畏耀华 地上面的智慧 和天上面的智慧 有什么的分别呢 就是敬畏耀华 我们从智慧的总纲敬畏耀华 学习过智慧的生活 这里说 敬畏耀华是智慧的开端 认识智慧者便是聪明 其实这里是说什么呢 是说我们做什么事情的时候 我们以一个敬畏上帝的心来考虑 因为神在天上观察着善恶 对我是有审判的 我要对神负责的 请问我还敢作恶事 不敢了 只敢作合乎心意的事情 当我们这样去想的时候 这个就是智慧的开端 但这个只是开端 这个过程是什么呢 这里说 认识智慎者 其实我在第一两次讲到的时候 也说过 这里的认识不单只是头脑的认识 这里是什么呢 认识呢 是指有个生命上真正的认识神 与神有一个亲密的关系 在与神亲密的关系的对话当中 我们所做的选择就是聪明的 所以这句说话 如果用我自己的说话 我会怎么说呢 智慧的心 怀着敬畏敬虔的心 与神建立一个行上交通 互相了解亲密的关系 就是有智慧就是得聪明 而这个有智慧得聪明 是一个生命的旅程 是一个生命的过程来的 弗兄姐妹 不要少看你早上的灵修 ACTS 写了你的讨告 读了一些新闻 找了一些经文 成为你今天的力量 因为当你这样做的时候 你那天就是与神行常的交通 与神互相的对话了解 倾心吐意 神在将他的心意 放在你的内心的时候 有这个亲密的关系的时候 那你开始做的选择 就有智慧 就有分传 就是对你生命 整个人有目标 并且有方向有目标 有意义 有喜乐 有平安 但可能你说 哎呀 为什么你们这么好的一样都有 我一样都没有 如果你还没相信耶稣基督 但是你却很羡慕 圣经里面的智慧聪明 请你做个第一件事 就是愿意打开心门 相信接受耶稣基督 让耶稣基督进入你的内心 作你的救主和生命的主 和耶稣说 主耶稣 我承认我是一个罪人 我很愚昧 我做了很多的错事 求你赦免我 遥说我 结证我的罪 百语说 并且住在我的内心 永不离开 我愿意跟从你 做一个智慧的人 做一个聪明的人 愿意和神和好 有这个关系 每天从神听到神的话语 要知道我应该怎么做 才是聪明的 才是做对的选择 以至我的家庭好些 我的婚姻好些 我对子女的教导好些 我在社会工作的时候 做决定好些 以至样样事情 充满着智慧 以至你的寿命不已长久 是不是 以至你的家 充满着神的福气 财宝 天上的财宝 好不好 早点信耶稣 好吧 既然来到最后 我想跟大家说 人的生活当中 充满着选择 而如何选择 反映着你背后的 认知 信念 和智慧 曾然 在生活的教导中 本来是教导一个 少男 男子如何追求智慧 追求一个 言慧的妻子 美国动到美好的一生 当然也预备年轻的少女 选择智慧 弃绝圆 成为一个智慧的妇人 有美貌有智慧 最终美好的智慧的选择 是建基于敬畏耶和华的基础 生活当中去到仁义上 成全在认识耶和华的关系 那个过程当中 以至 当我们认识耶和华 明白智慧的选择之后 回到生活当中 作每一个选择 我们都懂得以敬畏的心 耶和华的心去选择的时候 我们会选择生命 我们会选择智慧 去过我们每一天的生活 愿意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 每一位亲爱的朋友 都着着神的话语 得着智慧的心 可以过我们每一天的生活 愿上帝大大赐福于你 阿们